正在直播女足东亚杯中国女足vs中国台北 唐嘉丽王霜出场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女足的体谜 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足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中国女足在之前结束完 亚洲杯的比赛之后呢 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 作为水星侠来说 她在之前的亚洲杯中啊 表现非常出色 也是率领中国女足获得冠军 随着中国女足获得冠军呢 作为球迷来说 对于整个中国女足的一个期望 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是希望呢 中国女足能够在本次的东亚杯中呢 能取得好的成绩 随着中国女足转上东亚杯 今天将会正式开始 中国女足将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30分 迎来第一个对手中国台北队 战场比赛呢 CCTV5呢进行直播 作为球迷来说 可以进行观看 随着比赛开始 中国女足也是再次的出现在球迷的实现当中 我们是希望中国女足能够在本次比赛中啊 获得冠军 除去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之外呢 还有韩国队和日本队 所以说本次东亚杯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作为水清下来的说 他也会派出全部主力战龙吧 因为目前来看 40球队啊都是主力战龙 中国队呢将会派出最强的战龙 包括唐嘉丽啊 王霜这些绝对核心肯定会出场 随着比赛进行 我们可以再次的一睹中国女足的风采 因为目前来看 作为中国女足来说 我们在整个亚洲范围内啊 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只要是我们能够放民心态 是有机会能够击败韩国和日本的 也是希望呢 中国女足能够再压再厉 争取在比赛中获得冠军 让我们一起啊 为中国女足加油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再聊